今年农历二月初九凌晨四点多钟 河南省明泉县妇幼保健院 来了一位情况紧急的产妇 医院人员立马将产妇推进了产房 他的丈夫蔡先生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 两个多小时后 产房内终于传出了喜人的信号 孩子出生意味着我的家里比较完整 这是他的一个完整的家里 孩子出生三天过后 正当蔡先生感觉幸福满满之时 正当孩子需要哺乳的时候 妻子却突然离奇地消失了 是一个圈套 妻子的神秘消失犹如当头一棒 砸在了蔡先生的脑袋上 他怎么一想不通 妻子怎么能狠心抛下才刚出生的女儿 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 妻子仍然要无音许 他妈妈知道他叫他 他妈妈不知道 就是他们一送孩子自己 还起着名字 他知道那 面对年幼的女儿 蔡先生不知道将来 该如何跟女儿解释 她的妈妈去了哪里 为什么抛下她就走了 蔡先生坚持说 这是一场阴谋 那么孩子的母亲 神秘消失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 什么样的惊人秘密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最需要的就是母亲的怀抱 可是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呢 今天蔡先生也资源 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蔡先生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把我老婆扫回来 妻子进医院到生孩子的经过 是什么样 你给大家说说 小孩生下来之后 由于体重偏轻嘛 然后就是上二楼 做那个暖箱治疗 就是在那三天之后 然后他老爸就领了他走 你确定是他父亲 领着他走的 我确定 那既然是岳父把妻子带走了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 我去找了 就是没过多久我去找了 然后他找个老太太在门口骂我 不让我见他 他父亲说 他说你不用来了 我女儿已经嫁人了 我说我们的事还没完呢 怎么就嫁人了呢 然后他就说嫁人了 然后不让我见他 在蔡先生看来 妻子的失踪 完全是岳父一手策划的 而她的目的则是为了钱 如果蔡先生说的是事实 岳父为何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要钱呢 结婚的时候 我说要办手续嘛 然后他不让办 找各种理由推托 那你们两个人 领了结婚证没有 没领 就是没领结婚证 他就抓住这一点 然后就就 钱也不给我了 钱也不给 然后就流浪到银河走